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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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安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學成的老師 來幫我們做這一堂的分享 我想簡單的介紹一下楊光雷老師 姚老師是我們台大的校友 他1981年在台大政績系畢業之後 做的就是到美國去進修 然後在加州國外大學拿到他的博士學位 然後他一直是在自己專機的領域 做了非常多的貢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他過去的經歷 除了能過行政院的 結束科學與技術人才獎之外 他還曾經任美國麻生理工學院 民同文家實務全新的年幼人 然後在很多的企業 都認識過 那我想他在這個領域裡面 大概是非常非常的專精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時間 也給他來做介紹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除了他自己的專業之外 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同學 也跟我一樣看到 他其實長期的積極投入軍教育平台 那很多同學可能在中學以前都有接觸過 還有未全文人教等公益的教育平台 那我想這是一個企業家 然後在他心有餘力之餘 對教育然後包括了在學生裡面 對我們的學生跟學生們做出的貢獻 那我想 就不再多說 然後邀請我們的亞老師來幫我分享 很高興來談這一個題目 剛剛丁老師介紹我 在半導體領域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定位成為半導體產業 象牙塔裡面的一個宅男 事實上我大三的時候 就在那個周三路過去 是不是有個慶寧研究中心 我現在已經不太確定在哪裏 我從大三的時候就開始在裡面做實驗 那個時候做所謂的生化架 還有很多半導體的實驗 跟著研究生一起 那大四以後我就到美國去念書 那一直從1978年到2018年 我從台積電退休整整加起來40年 所以也算是一個很長的里程碑 那我在半導體產業 當然從台灣到美國 再從美國回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又到美國 然後等到我退休以後 有機會到大陸去走了一趟 基本上就是做一個獨立董事 嘗試了解大陸半導體的一些狀況 所以在半導體領域當然看到很多 可是我自己在40年半導體領域看到的 我反而覺得雖然今天台灣半導體領域 是算是有護國神山 有各式各樣的機會 可是我自己的心 在我退休的前幾年 事實上已經飛在外面了 那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在公司裡面當然我做幾事情很輕鬆 很多人很難理解 我在台積電最後的那段時間 是過著一個躺著幹的人生 跟你們所了解的台積電是很不一樣的 當然因為我很熟了 那可是我自己心所掛念的事實上在外面 所以很多人說我的環境叫做海闊天空 那我一直跟他們講其實不是 真正的重點不在於環境 真正的重點在心境 怎麼樣保持一個自由翱翔的心境 不管你在任何環境都可以海闊天空 所以今天我要談的題目 跟這些東西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在因為我的主軸是人才觀 我在五十歲左右的時候 因為兩個孩子的教育的因素 改變我對於教育這件事情 有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我從小像各位一樣 就是在精英主義的架構之下 從每一個學校 我自己在建中 我記得那時候甲族我是第二名畢業的 後來到台大電基 後來到Burkley去念PhD 那這一路上從求學的路程 其實是還算很順遂 我因為這些順遂的歷程 然後在工作很順遂 當我碰到我自己的女兒 當年在台灣念書 是班上倒數第幾名的時候 我從她身上 學習到很多很多的 有關對教育的一個看法 OK 算是我的極端的另外一端 可是我女兒 她基本上是一個藝術天賦的人 所以她後來 因為在台灣時代是沒有辦法忍受台灣的傳統教育 所以她高中的時候 我們全家就搬回美國去 我透過我女兒在台灣很痛苦的求學過程 後來到美國 當然求學過程照樣也不見得一定很順遂 因為她原來念的是中文 後來到美國開始念英文的教育 那這一些部分 可是當我發覺她後來找到她自己天賦的興趣 找到一個科系是她真正喜歡的 整個人就進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OK 所以我一直跟台灣的家長講 幫助孩子找到她自己的天賦 是父母親的天職 是我認為甚至於可以說 最重要的 從教育的角度最重要的天職 養育的部分那是其次 從教育的角度是幫孩子找到她自己的天賦 可以讓這個天賦能夠發揮出來 OK 像有一本書叫什麼 讓天賦自由 Ken Robinson 一個很有名的教育家所講的東西 其實我非常的認同 但是我真的就等到我女兒念書的這個過程 一直到50歲的時候 我才有這樣的強烈的感受 然後尤其我在台積電 各位都大概都聽過一些故事 至少從PTT聽到故事 我每一個禮拜都有員工會來找我 我儼然叫做地下員工關係部的部長 像張老師一樣跟他們在談他們的人生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人在台積電是很不快樂的 OK 我在這一群跟我女兒以前在台灣念書時候 那種不快樂的心情 碰到這一批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OK 非常優秀的年輕人 當他工作不快樂的時候 怎麼幫助他們找到他們自己的未來 OK 甚至於跟他天賦有關的部分 是我認為身為一個主管很重要的一個職責 所以也因為這個因素 我在55歲以後 基本上就心就在外面了 OK 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夠離開我的職場 到不管到哪裡去幫助更多的人 找到他自己的天賦 找到他自己人生的目標 然後成為一個真正頂天立地 能夠幫助世界的人 OK 所以我今天的題目的架構主軸 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OK 好 那 第一個當然 因為量一要我從科技產業 因為我畢竟是這個領域的 我可以講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可是一定沒有說服力 我畢竟在這個領域 所以我會談一下科技產業的 尤其是半導體的天時地利 我特別沒談人和主要原因是因為人才就是我的主軸 所以人和部分事實上已經building在裡面 就是科技產業的過去所發展的天時 跟在世界各地所發展的一個狀況 所謂的地利關係 到底創造了今天 包括各位在台灣所看到的世界 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 OK 那尤其是 希望花更多的時間談人才 尤其是環境這個題目 各位可能從小成長 在自己家裡面成長 那你會碰到周遭的環境 不管阿公阿嬤 不管你的父母親 不管你的鄰居 不管你的周圍的小學 那都叫環境 當年孟母做的最偉大的一件事情 還有我們後來都記得的叫孟母三千 OK 它基本上就是幫他孩子找到 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環境非常重要 今天大家在台大這樣的一個 我基本上認為一個 非常理想的環境當中學習 OK 非常的難得 所以趁著大家還在台大的時候 應該好好地學習 因為等你離開的學校 到了產業界的時候 那個環境長得會很不一樣 那我因為過去在美國工作過 所以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想把美國的那一些 所謂我心目中理想的環境 帶回台灣 從早期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時間在華邦 後來到台積電 大概20多年 其實一路上 我做的主要的 除了做這些事情以外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是打造一個環境 讓在這個環境的人 很自然地能夠學習 很自然地能夠把事情做好 很自然地能夠成長 所以我的主軸的定義叫做環境 這是為什麼我在臉書上面 特別自己定位 我叫做我的木字名 就是有一天我希望我的 物碑裡面被刻的一個 兩個字 叫做Human Ecologist 我看有些同學問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認為環境 是塑造人才最重要的 一個element 因為有了好的環境 有一個好的任何一個種子 透過這個環境的空氣 陽光水跟土壤 它就可以長成打樹 所以環境非常的重要 可是絕大部分的 除了像大家在大學以前 你所碰到的環境非常的好 可是當你到了產業界以後 你會進入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環境 包括像台積電 我很多員工說給我抱怨的事情 百分之九十幾都跟環境有關 那這個環境怎麼樣去面對 你們有一天要進到職場 去面對這個環境的時候 怎麼成為這個環境的主人 而不是成為這個環境的奴隸 這件事情 因為你們在大學的時候 你可能還沒有辦法改變台大 不過台大最近在做未來大學 我相信你們也可以參與去 成為台大 未來大學自己的主人 如果你在大學就學會 成為一個環境的主人 你就有機會以後 在任何地方都成為主人 然後最後給一個 summary 我不見得記得我所講的 這個寫的東西 那這裡面談到我想透過幾個角度來談 科技產業的天時地利人和這些部分 那很快的談幾件事情 第一件我稍微定義一下 因為讓你問我一些名詞的部分 所以我把科技這個題目稍微簡單定義一下 科技代表了科跟技 大家熟悉的科科學 在拉丁文其實是知識的意思 那它是一種系統性的知識體系 大部分的人把科學這件事情定位成為一種狭義式的 理論性的科學 在科學裡面有包括所謂應用科學 其實應用科學 而且科學這件事情 大部分人在處理的問題都只是在發現 它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發明 你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到所有的這些 你在書本上看到的這些科學的東西 絕大部分都只是發現而已 它是把大自然的還有一些社會所發生的一些現象 然後做一個整理 所以它很少真正的發明 可是當你談到技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會多了一些我們所謂的發明 因為很多事情是無中生有 所以科技這個技 其實它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把科學的這些知識拿來應用 讓它成為一個 不管是一種產品或者一種系統 來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它通常是一種應用科學 它是主要應用為主 到時候我會講幾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在所謂的工程跟科技這個領域 跟所謂的傳統科學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會非常的重視 如果這個東西理論很好 那我們通常會問 so what ok 接下來呢 這個知識很棒 很享受 享受完了以後呢 到底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世界有沒有用 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有用 然後如果它這個有用的價值越高 你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是越好的一種科技 ok 那這裡面也會談了一下 所謂的 STEM Education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這個現在大家都在追求 所謂的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還有甚至把 Art STEM 這個藝術的部分也牽扯進來 ok 然後 Mathematics 在數學這個一個領域 是在所有的這個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數學跟物理化學是一個不一樣的科學 這個這個數學算是更更更更基礎的 它應用更廣 比物理化學應用更廣 ok 好 那那這裡面有牽扯到各個領域 跨領域跟整合的部分 待會我們會花一點時間來談 那分工整合 單一個領域 跨領域跟整合領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ok 事實上 因為我們大部分過去 至少我念書的時代非常的分工 我學電機系就是電機 一頭跳的半導體就是半導體 各位 因為我在台大教領導學導論 我就發現我們的學生 比我當年要厲害非常多 就是現在的學生領域非常非常的廣 ok 他只是比較缺的深度不夠而已 通常 ok 我講了一般 平均 那領域非常廣 基本上就是跨領域了 只是問題出來 他要怎麼落地的問題 當你很多領域都懂 的時候 接下來你要怎麼去到地面上面去每一天走那條路 所以走的路 所以走的路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我們以前是非常的深 做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稱我們以前的人才叫哀人才 各位的現在的人才比較偏向於一人才 我們是直的 各位可能是橫的 可是我們都要走到一條路 ok 叫做踢人才 踢人才意思就是說有直有橫 我們以前的走法是從直的開始 然後再來往橫走 各位未來我所看到的現象 絕大部分可能先從橫的再往直的走 那過去我們選擇科系通常都用分數決定 我是不確定各位應該比我以前好很多 因為你們現在information多很多 我解釋一下我看到有學生問的問題說 我為什麼當年會選這個科系 在分數主導的時代 我說實在的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選電機系 ok 我甚至完全不知道電機系在學什麼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高一的時候學生物 解剖青蛙的時候 我很討厭看到學 所以我 我只是知道我要進到所謂的科學領域 因為我十歲的時候 看到這個Armstrong Neil Armstrong的登陸月球 我的一小步 人類的一大步 我只不曉得為什麼一個幼小的心靈 就被激勵 所以我決定要走所謂的科學這個領域 可是科學的範圍非常廣 我很清楚知道 我要 我不想要念秉祖 我很痛恨當醫生 可是各位了解我們那個時代 可能你們現在的時代也很類似 這醫生呢是最重要的 分數最高 然後這個部分 我還記得我考上台大電機系的 之後 隔一個禮拜去台南我阿嬤家 我阿嬤花了一個晚上時間都沒有睡覺 請我睡在旁邊 跟我講了一個晚上 然後講到最後天亮 他跟我講的題目只是說 你要蓋電機要做什麼 就醫生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他是台南人 然後他甚至跟我講 那蓋電機有什麼路用 你學電機有什麼用 那收電機有什麼路用 OK 當他跟我講 讀電機是在收電機 收電機就是收電燈泡的意思 我那個時候聽到的時候我真的是嚇一跳 我真的不知道電機系到底在念什麼 如果他真的只是在修電燈泡 我很確定我選錯了科系 我幸好去念電機系以後 發覺他不是只有修電燈泡 害我這個總是relax一下 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是無知的 我們用分數 我們是用聯考上一屆 以前聯考什麼第一志願第二志願 那我只是分數很高 所以就進到第一志願而已 那至於第一志願 如果當年是叫土木系 我可能也去念土木系 我們就是一個叫做分數主義 造成出來的事件 那我只是說運氣還不錯 我真的是照當年這個 排這個甲組分數 從第一到第十集這樣的部分去排 我的運氣還不錯 我選到電機系算是我還蠻喜歡 可是我知道 我後來大二的時候發現 我的天賦不在電機 我真正的天賦 事實上比較偏軟體 我在大二到志工系修了一門課 我是發覺出我的天賦在軟體 可是那個時候台大志工 是第四志願 當志工系老師 邀我要不要轉到志工系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辦法接受的 因為要從第一志願轉到第四志願 在那一個時代 我對不起我的父母親 所以 Anyway 我在跟各位講的東西 是一種錯誤的一些經驗 OK 如果我早一點點知道這些事情 我搞不好就應該去念志工 而且在那裡更加得心運手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我的志工的天賦 幫助我半導體領域一生 我在半導體領域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OK 很少看到我這樣的人 在半導體領域做技術的人 每一次就想要做系統 做一個軟體系統 我基本上是把每一件事情 都把它當成是一件 要做系統的方式去執行它 然後這個系統 我後來發現就跟環境非常有關 它其實就是我把 我把一個系統弄完了以後 大家在這個系統上面 就好像進到一個環境裡面去做 所以我非常 這個應該說感謝上帝 給我這一個所謂的軟體系統的天賦 使得我在半導體領域可以非常 很自然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 是我大部分的同事 我的朋友們是不可能做的 因為他們沒有這一方面的 括很括天賦 所以我一直要強調天賦非常重要 如果我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科技產業的發展 這個是所謂摩爾定律所造成出來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這個稱為指數型的發展 為什麼叫指數型 因為每隔幾年它的運算速度就是用倍數 指數型的成長 那各位今天看到的手機 跟幾十年前看到的大型電腦可能運算的能力更強 這都是因為摩爾定律造成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家公司 我就把這些公司稍微描述一下 我們有所謂傳統的公司 GE IBM HP 到後來在780年代 矽谷發生的時候 從Intel開始 有很多的所謂的半導體公司出來 2000年以後 絕大部分成功的公司 都不跟半導體無關了 OK 現在有個名詞叫MAMA 你們大家聽過 以前叫FAMG 那Facebook改成Metaverse以後 那就然後把Google把它改成Alphabet 所以現在最紅的公司叫做MAMA 下次叫你媽媽的時候就記得 這個世界現在的五大 這個產自最高的公司 OK 都是跟軟體比較有關 那所以時代一直在變 我在矽谷從1981年去 一直到現在 因為家裡還在那邊 我親身經歷了三個時代的變化 從早期剛去的時候 它像是一個比較屬於 航太工業的一個地方 後來到80年代以後 變成是一個所謂的IC產業的一個地方 到了2000年以後 就完全變成一個軟體產業的地方 你就看到矽谷像是一個變形蟲一樣 它每10幾年 每20年 可能就會把它自己革命掉 OK 那當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同時我回到台灣 1999幾年回到台灣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一直是一支獨秀 還蠻大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尋 所謂的第二條曲線 台灣應該有其他的產業 應該可以起來 尤其台灣的資工人才 資訊人才非常非常多 可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好奇一件事情 為什麼台灣的資訊產業 沒有辦法起來 我們待會後會花一點時間 來聊這個題目 這裡面有很多的應用 包括電腦運算 後來到基本上現在 metaverse 元宇宙的時代 未來會有更多的事情 這個list 你只會在隨著時間 一直在改變 OK 所以今天大家所知道的事情 在10年以後 可能是另外一個list 但只是可惜的是 這一些list 全部基本上 全部大部分都是老美 創造出來的 OK 為什麼台灣 沒有辦法做 創造這些東西 這其實是另外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題目 那我也 所以我會做一些比較 有關於矽谷跟台灣的 一個比較 那從科系的角度 我們知道在2000幾年的時候 全球 尤其是大市場 美國跟中國 資工系 Computer Science 這個領域 早就超過電機這個領域了 唯一在台灣 電機系 一直一直獨秀 雖然我是電機系畢業的 可是我總覺得不太對 OK 憑什麼 為什麼 只有在台灣 全世界幾乎只有在台灣 電機系 一直走在 Computer Science的前面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跟台灣的產業發展 非常有關 就是一個產業發展到一個 集資以後 好像很難改變它 OK 然後也 也某種程度上 整個產業 影響到科系 OK 那 各位應該是屬於 我 應該是屬於 所謂的Z世代 你們應該是在 20歲 21 2000年左右出生的 OK 所以是屬於 這個叫Z世代 從早期 我自己生長的時代 是叫Baby Boomer 我是在Baby Boomer 比較稍微中後期 就是所謂的嬰兒巢 什麼叫嬰兒巢呢 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很會生 OK 就生一大堆 所以在那個時候 這個孩子越來很多 所以成為人口 是一個精緻塔型的 就是越年輕的人越多 OK 在尤其大戰以後 這個Baby Boomer 這個時代 一直到 這個X世代過了以後 到所謂的遷徙時代 電腦開始出現 所以大家從小就很習慣用電腦了 OK 我們稱它叫電腦 然後甚至於網路世代 接下來就是所謂手機世代 那比你們再年輕十歲的人 我認為他們會進入到 一個所謂的元宇宙世代 所謂的元宇宙世代 所謂的元宇宙世代 他就從小 就好像在虛擬世界跟實體世界 在那裡遊走 從三歲五歲就可能就開始 OK 這一些成長的環境 會改變一代一代的人 OK 所以為什麼說世代有一些代溝 我的一些經驗跟想法 跟各位成長的時代 是很不一樣的 OK 我還記得我的手機是非常非常晚 我可能在台積電工作的時候 才開始使用手機 OK 所以我在年輕的時候 根本沒有手機這件事情 OK 那有一本書叫《2025年台灣大未來》 在看這個東西 它有談到八個趨勢跟七個挑戰 這裡面我特別要提幾個 就是說它主要的概念就是 這裡面大部分的問題 尤其是挑戰 都跟產業跟人才有關 它大概就分兩類 一種是產業問題 一個是人才問題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那人才問題裡面 有一個很核心 很難改變的一個趨勢 叫做少子化 這是一個全球 OECD的一個Number 他們基本上呢 就是隨著時代 像我剛剛講 我那個時代 長大的時候 1970年長大的時候 那個時代是 越年輕的人越多 到了最近 年輕人越來越少 比例上 到未來 基本上變成 已經不會是所謂的 這個沒有 the end of population 就是說 所謂的人才到三角形 這個 應該說正三角形 金字塔的人才比例 將會不見掉 OK 所以大家平均 來做 然後 越年輕的人 會越少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數字 到了2065年的以後 我們的 所謂的青壯年 從15到60歲 人口 將會少一半 OK 那我們先假設 15到65 OK 64 或者你可以說 18到68 隨便 那這一批人 在未來的 在未來30年以後 40年以後 將會少一半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的產值 是固定的 那就表示 台灣的GDP 將會只剩下一半 對不對 所以當然 這是不能夠接受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在矽谷也看到 美國一樣有少子化的問題 可是美國少子化問題 它的解決方案 不是要多生 它是希望 越年輕的人 因為人越來越少 它的產值越來越高 那我親眼目睹 我的兩個孩子 他們在矽谷 他們的產值 遠比我那個時候 跟他同一個年級的產值 至少多個5倍到10倍 如果我人口少一遍 可是我每一個人的產值 是5到10倍的話 這就不再是問題了 因為我年輕的人 我有能力 創造更大的價值 來養你們這一些 已經年紀大的人 OK 因為我很會創造價值 所以怎麼讓年輕世代 來創造價值 是來解決少子化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OK 所以怎麼把這個少子化的危機 轉化成為轉機 其實怎麼讓每一個年輕的人 他能夠創造更大的價值 才是一個核心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鼓勵大家沒事就生 OK 因為環境不好的時候 生不見得會解決所有問題 可是我們很粗淺的 用很低俗的角度 去鼓勵生於綠 這不見得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們反而應該讓每一個人 都成為非常有價值的人才 那才是來面對少子化問題的一條路 至少這是我的角度 By the way 我的角度常常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樣 因為我就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不然你喜歡嗎 OK 就大概這樣子 好 這裡面有談到生產力 我剛剛提到產值 每一個人 所以叫做labor productivity 就是每一個工作者 他所能夠產出來的價值 這個是OECD的數字 在2019年的一個數字 他把全世界的國家做一個排行 他用的是Per hour 他不是每一個人 OK 這裡面要講到一件事情 我特別把幾個亞洲國家列出來 他們的工時都比較長 所以如果要算人的話 這個數字會成的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它是靠工時 OK 可是如果你看每一個小時的創造力 像這些國家 你可能都不覺得 他們有什麼了不起的國家 至少從科技產業部位的國家 可是他們的產值非常的高 美國大概也只排到 1234567 78左右 OK 歐洲平均的歐洲在這裡 日本 低於所謂的OECD的平均值 全球的平均值 然後韓國在這裡 我不曉得台灣在哪裡 可能台灣在這裡 OK 這個東西跟市場當然有關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也許因為這個產值不夠 Nable Productivity不夠 所以我們才會產生所謂的 情能捕捉 長工時的思維 有很多事情 我們以為要靠著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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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拼不過別人 我只好一直做 像牛 像馬一樣去做 那因為我經歷過 歐洲 所謂的歐美國家 看到他們所做事情的方式 這些方式跟這些方式 是長得很不一樣的 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說在非常不習慣 我剛進台積電的時候 我以為我到了非洲的蠻荒之地 OK 1998年 我那時候負責研發的時候 哇 我說這樣的環境 能做事嗎 做什麼事情都會錯 可是我們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當年我在負責點18點13的時候 真的看到 用一句話形容 叫一將功成萬古枯的那種感覺 這個我在美國從來沒有看過 OK 那我在想說 為什麼台灣人天生就要這麼賤 OK 我們一定要做牛做馬 才能夠把事情做好 OK 所以我不信這個邪 我就要把環境打造起來 老美怎麼做 為什麼要輸他 OK 憑什麼會輸他 沒什麼道理 我們比他笨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把這個環境打造起來 然後他一間間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跟這個當然也有關係 但是 情能補著的思維 一直是在這個 productivity落後的國家 才很容易發生 因為我們以為只有靠著公司 才能夠得到結果 我們天生好像productivity 就不太不如人家 我只是不願意 這個信這個邪而已 OK 好 所以我在台積電 曾經有個演講 讓夢想起飛 很喜歡用這句話 情能補著的思維 千萬不要學月飛 OK 為什麼 因為月飛最後是被勤快害死的 OK 當你越勤快 其實 你反而會有一些不太好的結果 我稱這個東西叫 這個 一些所謂的這個 我把它叫做 情捕反拙的結果 我們有時候透過 一直在做勤勞的事情 一直在 像用鋤頭在 除東西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忘掉了 有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要做 可以改善我們這個環境 我們應該把時間 有一部分的時間 花在 改善環境上面 OK 待會我會舉一些例子 我剛剛講到 因為我的天賦的因素 所以我從 在勃開念書 後來到工作 第一份工作 我每一天都在想 我要怎麼把我八個小時工作 怎麼變成零秒鐘 OK 這是我每一天都想要幹的事情 那我的確花很多功夫 去把八個小時的時間 去變零秒鐘 可是我可能花八十個小時 把一個八個小時變零秒鐘 那你就覺得很無聊 這個投資報酬率很差 對不對 因為我花八十小時 解決了一個八個小時 變零秒鐘 可是不要忘了 我那個八個小時的事情 一年要做一百次 所以我用八十小時解決的 不是八個小時的事情 是八百小時的事情 所以我省下來 七百二十個小時 所以我在HG工作的時候 輕鬆的一塌糊塗 OK 我不是沒有做事情 我的Productivity非常高 只是大部分讓電腦來幫我做而已 OK 我的結果是很好的 所以這就是我講到 當你太過勤勞 而且用很低俗的工時的勤勞 去做事情 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是我一直想要突破 增加生產力這件事情 主要的工作是在提升市場價值 這個對台灣是有點困難 待會我會提一下 因為台灣的內需市場 長得實在是不太美麗 OK 我經歷了三年 退休以後 一直在explore看台灣內需市場的這些問題 我終於理解 真的很難 這個我們待會可能有機會再聊 第二個就是增加生產效率 增加生產效能 如果你可以很輕鬆的 透過很多的這個電腦 也許我用電腦這個字太兼容 你們大家都聽過什麼人工智慧啦 什麼這些東西 可是人工智慧主要的目的是在幫助人 不是在幫助這個這個結果 結果當然很重要 它讓人可以變成是使用人工智慧的人 OK 所以他就可以減少他很多不必要的工作 OK 你把你的智慧放到電腦上面 或者是放在所謂的這些運算 去去執行 讓這件事情 讓生產力可以提高 所以除了增加工時以外 生產力 提升生產力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OK 如果要問我在整個 在半導體產業40年得到的一個 最重要的結論是 我親眼目睹 我們怎麼去改善生產力這件事情 OK 所以有些人問我製造業還有沒有機會 製造業其實是很多機會的 現在的製造業其實還蠻low的 OK 只要improve兩倍三倍 十倍一百倍 我都覺得是有可能的 OK 那另外一個角度 我要談地利 OK 然後從科技產業跟人才教育的角度 來看這個歐美國家跟台灣的一個差別 我剛剛提到我在矽谷 經歷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OK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在矽谷看到一個叫轉型三元素的一個因素 他的高等教育是扮演領導的角色 Stanford Berkeley 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領導角色 我衷心的期望有一天台大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OK 但是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也不只有Stanford Berkeley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還有另外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叫做資金 Stanford 旁邊有條路 叫Saint Hill Road 全美國十幾大的這個VC都在那條路 就在Stanford 旁邊 他們每一天都到Stanford去看 你們有沒有創業機會 我這邊有的是錢 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美金 你們要不要 他不是要捐給你 他投了以後就要讓你能夠產出 Google 就這樣發生 很多公司就這樣發生 這個是資金方一直在旁邊像野獸 找這個獵物的角度 或者吸血鬼找人喝血的角度 資金方來做 另外已有的產業 OK 我認為台灣有些時候 我看到台灣的產業 是用竹牆的方式來面對未來 可是我在矽谷看到的產業 是竹鹿的方式來看未來 他跟著高等教育一起合作 去搭一橋橋去看未來 而台灣的產業恨不得把牆都把它弄出來 讓別人不能夠去到未來 這個裡面的很多的思維模式 是長得非常不一樣的 那很根本的文化的差異 對於既有的產業 它基本上包括半導體 美國的半導體產業 基本上已經進入到 所謂的西洋產業了 OK 包括Intel 包括Micron 這些公司 雖然現在半導體很紅 可是對於 對於矽谷的人來講 他覺得這些公司 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已經過了下午了 但是這些人怎麼辦 他只好去污存精 試著生存 最後剩下幾家大公司去運作 真正成功的 真正重要的是新興產業 這個新興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基本的一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他要有革命精神 他基本上認為你們過去這個產業 就是不行了 我就要出來創造另外一個東西 改變你們 然後他走的是錯位發展 不做你一樣的東西 然後自己去創造市場機制 而不是回歸市場機制 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核心的能力跟人才價值 我所看到的是年輕人的天堂 OK 對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 回到矽谷 我們就只好在那裡 就是只能退休這樣狀態 可是你到Starbucks去哪裡 去走在路上 聽到旁邊一群人在那裡 談話的過程 你真的是 這個會很激動 你就覺得這批孩子 就想到一些事情 他們就要在討論 開始要做另外一個東西 又有一個新的公司要發生 在那邊20歲的年輕人 充滿了機會 然後薪水也很高 OK 所以這個是矽谷發生的事情 回到台灣 台灣過去大概有兩個市場 我想用兩個市場來看 第一個市場叫做海外市場 我為什麼先談海外市場 因為海外市場的產值 或者它的價值是比較高的 OK 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過去 從代工模式的架構裡面 因為人事成本 是我們的一個競爭力 所以能夠壓越低越好 然後政府也讓物價 能夠越低越好 所以我們一直長期在低物價 低薪資的架構裡面 去做所謂的代工產業 面對海外市場 然後海外的人跑來台灣 問A公司5塊錢你要不要做 然後問B公司說3塊錢你要不要做 然後再回來問A公司 人家3塊錢你不要做 你要不要做1塊錢 我們就在這樣子的一種 自我競爭的一個狀態之下 價錢一直被壓下來 這個是過去台灣代工產業 所面臨到的問題 雖然市場很大 OK 但是市場都是人家定義的 那但是呢 最近很特別 這兩年 如果大家看到半導力產業 突然有一天變得這麼紅 其實不只是這個半導力產業 尤其是硬體產業這個題目 因為硬體以前是隨手可得 沒有太多價值 可是因為疫情斷裂了以後 你買一個東西都買不到 我碰過一個腳踏車公司 他們買一個這個變速器 要等一年半 OK 然後然後這個 他的做好的腳踏車 放在倉庫裡面 沒有辦法運出去 因為要一個cargo 他要十幾倍的價錢 還買不到 讓他運出 整個斷裂以後 突然這個硬體 變成非常的紅 因為你買不到 期貨可居 你就只好來做這個事情 今天早上還有一個公司 打電話問我一些問題 正好提到這個題目 如果各位可以解決 全球供應鏈 斷裂 這個有關於運輸的問題 我保證你 你如果開這家公司 你一定賺翻了 可是很難 OK 美國政府也想要做些事情 各國政府都想要做事情 但是很難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型的 一種運作方式 所以在斷裂的架構之上 反而看到台灣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尤其是硬體方面 因為買不到東西 就是買不到 OK 在聖誕節你買不到禮物 就是買不到 我認為這段時間 是台灣硬體產業最佳的一個時機 所以要能夠轉型也好 要能夠做什麼事情也好 趁著這個鍛鍊的時候 就來好好的做做運動 把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等到這回歸到正常面的時候 你又回到原來的架構裡面去做 在從科學園區的經驗裡面 看到的是從百家之名 到後來大者恒大 包括台積電 其實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拒絕過台積電三次的offer OK 因為台積電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小咖 OK 我也沒想到它過了幾十年以後 突然會變這麼大 我是第四次 我才OK 好啦 就去了台積電 所以沒想到就在台積電退休 在那個時代 可是我非常appreciate 二十幾年前 1995年那個時代 因為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OK 就像中國歷史裡面 朱子百家 是中國文化發展最黃金的時候 不管老子 莊子 什麼子 一大堆乱七八糟子 都在那裡發生 孫子 OK 有沒有兒子 好沒有 那anyway 所以 所以這種百家爭鳴是一個產業發展最棒的時候 OK 現在當大者恒大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無奈會發生 OK 那另外一點 我們的產業人才文化 越走越偏 越走越窄 某種方法 越走越不太好 至少我所看到的經歷這二十幾年在台灣 那怎麼辦呢 當我在台積電想要做很多突破性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通常得到的answer是 When it works Why change 我們已經很棒了 為什麼需要改變 的確這個問題很好的問題 當你很成功的時候 你是不太可能改變的 只有你快要活不下去的時候 你才要變 所以當這個產業文化長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是台灣現在面臨的一個困境 那不然 我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從其他的產業想辦法 新創產業去創造更多的東西 讓更多的產業發生 讓更新的東西就像矽谷一樣 所有的年輕人都可以到新創產業去找到他的一片天 去主導未來的世界 這不是很好嗎 我當然也覺得很好 可是容易嗎 OK 那我後來三年來所看到的一個問題是 我發覺台灣的內需市場 長得實在是有夠醜陋 我稱它叫做是一個低生產率跟低市場價值的客製化服務 影響了台灣的整個產業的發展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如果去買一個門 要裝潢 我要去做一個客製化的門 跟我去IKEA買一個所謂的標準門 你們猜哪一個價錢比較貴 客製化應該比較貴 理論上客製化應該不只是貴 要貴很多 因為要忍 結果你會發覺其實差不多 甚至於有時候 因為是IKEA 因為所謂的歐美品牌 那台灣的一些做客製化的人 秀個大襪 所以我就發覺包括台灣的軟體服務業 才做一個客製化的一個產品 比如說幫台鐵做一個 賣票系統或者什麼東西 我都發覺怎麼會這麼便宜 因為台灣都用成本來看 我三個人來做 我就三個人一個小時多少錢 算算算 然後就成本 老美不是這樣玩的 老美看到是說 我這個東西到底多有價值 你管我花什麼成本 我成本是我家的事情 所以我的margin是90% 就是應該90% OK 你看Salesforce 看很多很多的 那一個市場 長得是那個樣子 可是台灣不曉得為什麼 這種客製化的價值被壓到很低 那很多人跟我講 這個跟知冊會有關 因為知冊會也出來做案子 OK 那知冊會拿的都是政府的錢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錢 他不是真的賺錢 所以我們稱這個題目叫做 與民真利 OK 所以有時候政府想做一些好事 可是不見得真正能夠幫助產業 但是台灣這個產業 也因為這個因素 所以大家在低薪的架構之下 在這個不太好的內需市場去做 OK 所以我說內需市場被價值限制 然後如果有疫情 尤其是旅遊業跟餐飲業 他碰到這個東西會很慘 那我最後提到 剛剛跟這個知冊會有關 叫做非常低效率的B2G 你們大概聽過這個名詞 叫做business to government OK 我會鼓勵各位如果新創 盡可能的不要向政府拿錢 如果你真的有辦法 最好不要甚至 因為你如果跟政府拿錢養成習慣 你大概就 這個台灣話叫幾倍就是 Kill God Kill God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沒什麼用的 OK 在美國通常不向政府拿錢的 所以你這個東西要有價值 才有意義去做 而不是為了要新創一家公司 只是為了要生存 只是不想要到企業做事情 然後就來做一個新創 就算政府一年給你50萬 兩年給你100萬 你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一輩子過了一生 OK 那一定不會有太多的成果 好 那怎麼去面對這個是現況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待會來看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也是同一本書 這個 他在談台灣從製造業 一直到所謂的知識密集工業 開始有區域競爭這些 繁榮時代 可是我覺得他主要的受到的限制 就是因為我們的內需市場的價值的問題 所以我很鼓勵各位在大學的時候 什麼叫做培養國際觀 國際觀這個題目 說實在沒什麼 只是一個很虛的題目 真正的國際觀是 你有沒有辦法去做國際市場 你同一個東西 你到了國際市場 那個價值就可能六倍 十倍 幾十倍都有可能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去到國際市場去面對它 在那裡去打一個國際市場 那個價值是增加很大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 只能在台灣的市場 大家在這個環境裡面去擴張 或者去做這個東西 你就只好跟別人殺 你贏別人你就賺多一點點 然後台灣人也還蠻聰明 也都還不錯 所以彼此之間互相施殺 也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只是長得實在是不太美麗 所以我會鼓勵各位 所以有機會應該要有能夠去打海外市場的能力 打海外市場這些議題 你人在台灣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我也會鼓勵 如果你們有機會 不是所有人 一部分的人 這個時候出國念書 所謂留學生 跟我們那個時代出國留學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出國留學 就在那邊做事 然後就在大企業做事 今天各位如果出國留學 你要去一個地方 想辦法在那個地方 留在那個地方 去打那個市場 跟你台灣的朋友們合作 大家合起來去攻海外市場 只有你有辦法攻海外市場 你才有可能突破這個內需市場的困境 OK 那當然這個題目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可能需要好幾十年 大家彼此之間合作 有人在海外 有人在台灣 然後輪流 我們彼此之間互相去 去一起去打一個海外市場 就算不是歐美 比較高級市場 連東南亞市場都很值得 所以我會鼓勵你們 多交往一些東南亞的喬生 因為有一天你會需要它的市場 OK 我不是說 我不要用利益的角度 這樣看起來很沒有意思 我們大家都同學 就好好的跟這些朋友合作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情 在台大電機後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跟我那些喬生同學 好好的相處 等到我後來跟他們相處還好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個印尼的同學 他其實做得很成功 我們本來想合作一些東西 去打印尼市場 結果沒想到疫情過世了 這個新冠肺炎 我就覺得 這個上帝大概給我斷了 斷了一下 這一條去印尼的一條路 那你們現在很多的同學還在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太清楚 喬生這個領域 我們那時候在台大電機 喬生非常的多 OK 那我們以前 平良說有一點點 自己以為了不起 人家成績不好 就瞧不起人家 結果人家其實是你的市場的一個機會 所以 你只要有海外市場的連結 盡可能的去做這樣的連結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台灣這個市場 好 接下來這一頁 算是我 所謂的一生半導體領域最重要的一頁 尤其是針對金融代工 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會出了一個像台積電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護國神山 OK 那包括我自己在裡面 我都沒有預期到至少二三二十年前 完全沒有預期到台積電會長成這樣的樣子 因為我剛剛講到我二十多年前 二十三四年前去了台積電的時候 台積電對我來講像是一個非洲的蠻荒之地 它真的不會做技術 它沒有任何的研發能力 然後那個時候我要去負責研發 OK 這裡面有很多因素造成 從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其實創造了一個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 或者金融代工這樣的一個產業 所以台灣有沒有辦法複製這樣的東西 我記得張董事長前一陣子還說很難 我也覺得很難很難 那真的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第一個時代叫做趨勢 因為1990年我在美國的時候 事實上為什麼我會回台灣 因為我在美國已經發現 美國的半導體製造已經在走下坡 美國很多很厲害 可是講到製造這件事情 這不是美國人的強項 美國人走的是高端研發新創這個東西 它的製造業在外移 所以這個播出來的時候 會讓有一些人 包括我自己在裡面 從美國回到台灣 因為我們看到的一個趨勢 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們回來的時候 通常不是因為愛國回來 我還記得我在80年後期 回台灣有跟很多公司談 包括談衣店 我就覺得這一點錢 我要怎麼回來 我可不可以養活自己 我都懷疑 尤其跟美國的薪水差太多了 所以你根本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可是台灣那個時候 正好有一個叫股票分紅制度 讓我們這一些不是這麼愛國的人 也可以忍受這個 至少我的收入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一開始我還真的不相信那個股票 還真的可以賺錢的 後來我才曉得原來還真的可以賺錢 2006年以後 整個半導體分工的市場變化很大 所以晶圓代工 跟所謂的無晶圓的工廠的這些公司 NVIDIA的公司合作 這三個因素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第一例來講 整個台灣其實是有很好的基礎 那為什麼是台積電 而不是當年這個甚至於做DRAM的公司 做很多的公司 華邦 萬宏這些公司 為什麼不是他們 其實早期在他們那家公司 是做產品的公司 反而比較紅 做技術代工事實上 你要跟他講做代工 人家就覺得你還沒出息 代工是一個定義上面 沒什麼出息的一個東西 就因為這個概念 所以他幾乎沒有對手 你很少做一個產業上來 然後沒有人跟你競爭 台積電最先做所謂的全職經驗代工 後來聯電趕上來 就算比賽誰第一名第二名 反正都是台灣 所以台灣在那個時候 獨霸全球 幾乎有百分之百的 market share 然後多了一家很小的公司 就是叫新加坡的特取半導體 OK 可是它完全不是台積電的對手 新加坡是商人國家 所以它不可能做工業的東西 所以這個因素 我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你從小開始做慢慢養大的過程當中 沒有對手這件事情 然後做了很多的工廠產食這些東西 這個產能 你就要培養出來 最近中美科技的一個競爭 我認為給了台灣的經驗代工一些不太好的風險 地緣政治的風險 所以這為什麼台積電被迫 要去美國設廠 我們一旦到美國設廠 就突然變馬卡 OK 就需要補助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個地方 有台灣所訓練出來的 這個叫奴性文化 OK 台灣的人才 情人捕捉 各式各樣的這一些 我們以為的美德 就在台灣發生 這些東西到了美國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那這些東西 正好對於這種工廠製造業 是有很多的好處 所以台灣的公司 台積電曾經到 事實上現在還有 叫WaferTech 在Washington OK 所以也不是很成功 OK 那人才的部分我們就很快講 因為我們早期有留美的學生 然後再加上本地的工研院電子所 OK 所以1995年 我們的這個 這個產生出來的半導體人才 我認為是全球第一 OK 台灣今天一直說缺半導體人才 如果台灣缺半導體人才 這句話是沒有天良的說法 因為全世界只有他第一名 第一名都說我成績不好 你覺得合理嗎 對不對 OK 那我們來看人才這件事情 這個是BCG 美國政府請BCG做的report 他們的確在看人才 然後台灣大概是僅次於中國大陸 從比例上面 成長比例上面來看 跟韓國很接近 但是絕對是第二名 可是如果只看這個數字 覺得大陸應該很棒 對不對 因為他所創造出來的人才會越多 可是當我在大陸走了一遍以後 我就發覺他的一流人才 北大、清華、復旦、交大 所有的這些學校 念半導體的人 幾乎沒有一個人進半導體 你會驚訝的不得了 待會有一次有一個機會跟這些人聊 我後來才了解這合理的很 原因這些人畢業以後去哪裡 第一 金融產業 他可以去做投資 來分析半導體 雖然他念的是半導體 他不需要去到工廠裡面 穿著bunny suit 又累又錢又少 OK 你做金融一定好 第二個 如果你懂得一點點軟體 你就到所謂的互聯網產業 我們稱為BAT 簡單來講這跟美國的很像 當另外一個產業 比你半導體好太多的時候 是很難吸引人才去的 這是中國大陸在面對 所謂的這些人才 這些人才的確是 有一部分是人才 可是他們進的領域 大部分都不是半導體 即使他念的是半導體 都不會進半導體 這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因為在台灣你很難理解 因為台灣的原因是因為 其他產業都太爛了 OK 所以只好進半導體 不是半導體 念的半導體也要進半導體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OK 這很大的差別 然後高等教育的比例 尤其是跟SAM Education 大概台灣跟韓國 德國大概都在30% 這個數字不見得完全正確 因為後面有另外一張讀 然後日本跟美國其實都很低 老美是不太喜歡 念SAM Education的 這是為什麼 歐巴馬一直要推動 這個SAM Education 因為我到美國去以後 發覺 你曉得我們稱IC industry 半導體叫 Integrated circuit 集體電路產業 我們在美國 在矽谷的時候 給他一個季稱 叫做Indian Chinese Industry 因為在這個Industry裡面 Indian通常做官 然後Chinese就是 我講的Chinese 早期都是台灣Nese 基本上都在做事 OK 所以在裡面 你進到公司裡面去看 全部都不是美國人 所以為什麼老美很不適合 做班導體這個原因 只有我們這些 吃苦耐勞的白丸狼 這就比較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那最近看到 Stand Education的比例有提升 好或不好 這個見人見智 大概這個比例 大概30% 已經是全球算是很好的地方了 OK 然後尤其台灣 在這個Stand Education裡面 特別的叫做半導體 OK 因為我們的薪水相對的高 OK 所以 所以我稱台灣科技教育的 美麗與哀愁 第一個美麗 你可以叫它美麗 是因為我們IC產業的相對高薪 OK 然後我們可以吸引 比全球高比例的人才 進到半導體領域 OK 而且它是很相對的很高 如果台灣找不到半導體人才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找得到 OK 因為我在Berkeley念書 從早期我們將近有一半的 以上的學生都在做IC這個領域 OK 電機 電腦 科技 包括software 硬體 軟體 到現在你根本一個手掌 都找不到唸半導體的人 幾十年下來整個時代變得 在美國已經沒有人要唸半導體 所以如果說這個 在美國半導體產業要回復到 當年的榮景 我認為從人才角度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另外台灣 你可以說它的美麗 我為什麼放美麗 我也不太懂 Anyway 因為我們有一個持久不變的 生學主義文化 這個跟美國很不太一樣 因為美國的市場是很多元的 所以念藝術的人 OK 她不見得考得很高 像我女兒成績就很爛 可是她照樣可以在藝術領域 找到她的一片天 她甚至於在Apple做過 這個所謂品牌設計這樣的人 OK 所以那個多元的市場 是可以讓很多很多的人才 她只要Match她的天賦 就可以發揮的地方 可是台灣呢 大部分只好走的一個 進台大 來來來台大 這樣的一條路 所以我稱它持久不變的 生學主義文化 哀愁呢 當然就是我發覺 我們也發現 我們的產學跟世代的鴻溝 越來越大 OK 因為我們的產業 某種程度上一直沒有轉型 很難轉型 OK 因為它成功 然後跟世代 尤其剛剛講到我們成長背景 在網路時代 手機時代 甚至以後叫元宇宙時代的時候 她去到這種工廠裡面去做 她會發覺 她完全沒有辦法忍受 這是什麼世界 進到這個第三世界 或者進到這種黑幕 什麼鐵幕世界 這個監獄世界 那種感覺 OK 所以這個東西是代溝的問題 另外一點 不得不承認 過去為什麼我們State Education 所謂的科技教育的人 越來越少 因為科技 尤其是我們的自然科學 學科這個領域 離我們的現實 感覺越來越遠 剛剛講我們成長的環境 然後過去台灣 又是政治蓬勃 這個社會科系也是很蓬勃 所以很多人選擇一個 他比較喜歡 他真正比較喜歡的一個領域 通常都是社會科學領域 反而跟我的日常生活比較接近 那如果餐飲業算不算是社會科學 我也不太懂 那餐飲業當然也是另外一條路 所以自然科學 物理化學 那多boring OK 那種 也不知道 牛頓幾百年前做的事情 我今天學他 到底干我屁事 OK 所以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就找不到一個連結的關係 所以我說 這是一個現實越來越遠的自然科學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教育 又很重視的 都是知識型的教育 所以 離現代的下一代年輕人的距離 就越來越遠 當然我相信各位很多人 都想要拿諾貝爾獎 都有這個欲望 然後這個可以是走這一條路 可是這一條路越來越窄 越來越難走 OK 然後世界 他所周圍碰到的世界 是長得不太一樣 不像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時代 外面的世界是一片荒芜 OK 所以根本就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可是現在的世界 我常常說 尤其在大安區大學 長大的孩子 在燈紅酒綠的環境裡面 過了四年 你很難理解 這些所謂的知識教育 知識科系的一些東西 那另外一點 OK 職場環境 OK 你們現在還沒有進到這個地方 你們很難理解 很難體會 就像剛剛講在台大 你很難體會 當我們在環境 在工作了以後 這個職場環境 長得有多爛就有多爛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時間可能不是很多 我要很快 我稍微定義一下 什麼叫人才 在這個甲骨文上面 索文解字裡面 人才指的是在這一條 下面一橫是講的是土地的表面 上面是草木出生 下面是根 其實人才 這個才這個字 它是有天生下面的部分 跟後天的部分 OK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 後天碰到環境去培養 然後 人才在乎的職場環境 大概有三個 OK 至少我在過去在台大 已經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談 大部分人認為他學的東西 真的用不上 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學的不如產業用的 其實正好相反 我們學的太多 產業用的太少 尤其是在半導體領域 我所看到的機會 待會會有一張圖來形容 當你念到一個博士學位 念物理的博士學位 去那邊做高中生就可以做的事情 他就覺得我學非所用 學沒辦法自用 第二個當然工作的環境 除了工時以外 他整個的這個氛圍 然後尤其是 當我人來越來越多 人海戰術的東西 我每一年做的事情 越做越窄 而不是越做越寬 OK 即使升遷到經理 都可以講到他15年前 剛進台積電的時候 做的還比較寬 像這一類型的東西 都跟人才發展有關 OK 那我曾經在台積電給了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人才白皮書 我的title叫做 龍生龍鳳生鳳 老鼠的兒子會打動 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去訪問了 所有很多的員工 問他們說 我們在台積電的教育訓練怎麼樣 其實台積電教育訓練像是在 我相信在整個台灣算是頂尖的 因為我們還蠻有錢的 可以找好的老師來教 可是這些員工告訴我 他說 康瑞我很喜歡這些老師來教我們 我知道他要希望我們成龍 也希望我們成鳳 可是當我回到我的位置上 每一天在打洞 他說康瑞 請問我怎麼成龍成鳳 OK 他每一天的工作 只能讓他成為一條老鼠 所以不是上課 不是教育訓練的問題 是那個環境的問題 那個環境是打洞的環境 你可能一輩子只好打洞 只好變成老鼠 你要改變那個環境 在這個環境裡面 做中學 學中學 學而實習之 習而實學之 才有可能成長 可是你那個環境 可不可以真的讓你 學而實習之 習而實學之 然後跟整個組織文化非常有關 OK 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環境 是長這個樣子 是有個種子 有好的土壤 透過文化制度 透過系統工序願景 自然可以長成大樹 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環境 然後在搖人路 我曾經看了搖人路 一個video YouTube 他特別提到一個概念 一個好的創意環境 是具備有三個M 兩個C 這三個M叫 Joyful Clear Open Mind Joyful Mind Clear Mind 跟Open Mind 兩個C 是充滿了好奇 跟充滿了勇氣 最難的是勇氣 OK 那所以各位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一定要開始思考 你有沒有辦法 到一個環境裡面 去錯位發展 跟人家不一樣 走一條人家不一樣的路 因為我們一輩子被教導 要跟人家一樣 OK 這個是創意環境 那我稍微講一下 我去美國念書 尤其在伯克爾念書 有兩句話 對我一生幫助很大 這是我的指導教授 我向他去做博士論文的時候 他告訴我 你去拿一個三明治 到外面一個廣場 下面陽光很大 往天空看 他說 你想想看 The sky is not even your limit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都只知道 Sky is my only limit 當然各位的人生 可能都沒有辦法感受 Sky is my only limit 嗎 OK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老師 我的教室 我的什麼東西 都可能是我的limit 可是我這個老師告訴我 The sky is not even your limit 你放膽的去做夢 去做你認為想做的事情 那我這個老闆很有錢 所以我做什麼題目他都有錢 所以我有一個很幸運的老闆 這是一個西方人 西方人的世界裡面 是充滿了無限 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是充滿無限 我另外有一個指導教授 我就不提他的名字 是一個華人 他基本上就像華人似的 每一個禮拜Go meeting 然後開會討論這些東西 我這個老闆 我四年的PhD 只見過他五六次 OK 然後走在路上 他會跟我打開 這個招手說 Hi stranger haven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OK 我一年見一兩次 這個算是不太長嘛 對不對 但是我非常感恩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也是劉德英的老闆 我們是同一個指導教授 OK 在他的環境裡面 給我無限的可能性 做什麼都可以 另外有一個老闆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華人老闆 我講這句話 不是因為他的管理模式 而是他有一次 在一個會議裡面 有一些物理學家 挑戰他的理論 這些東西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就是科技 之所以技這個東西 很重要的概念 but it works isn't it 就是很多事情 你不一定要在這個 在理論上面完美 只要它有用 OK it works 那我這個老闆 是還蠻容易 make it works的 OK 就是他有些模式 所以這個是我在博克萊 學到的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給台灣的科技教育的 建言大概是這樣的 OK 第一個 我認為 我希望台灣的教授 可以多了解產業 我在美國看到的 博克萊看到的所有的教授 他每六年的Suppetical 都是在產業上 借去做事 不是去產業做顧問 而是真的去帶一個group 他非常了解產業發生的狀況 等到他回到學校的時候 他非常清楚這個產業未來的問題 所以他做的題目 都是產業五六年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當我從學校畢業的時候 我到了產業界去以後 我就發覺我有很多功夫 產業界的人都不會 所以我是從上面進到產業的 而不是從基層員工進到產業的 這個我稱它叫做產業的高位思維 不是 高等教育的高位思維 學校的高位思維 可是你一定要有了解這件事情 你才可能做那個高位思維的理論 所以我非常鼓勵 這個台灣的教授 在六年的Suppetical 不要再到美國學校去了 你就直接到美國產業去做事 就是一年就在那裡享受做事 不是享受 真的是努力的去做事 了解你所面對的產業長什麼樣子 那我老闆基本上是每六年都到不同的公司 甚至不同的國家 那這個給我很大的啟發 OK 那所以有這個角度 你就比較可以避免盲人帶路 因為你都不了解產業 你怎麼希望你的學生會了解 OK 那還有其他的我就很快講一下 然後最後我要講特別一個題目叫做 A Big Picture OK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通常都很小的角度去看問題 我是希望有機會可以在台大或者在 像我在逢甲現在有一門課 主要就是從給 希望從年輕的學生就看一看產業觀 了解整個ICT產業的全局 OK A Big Picture 有了一個全局以後 你再來選擇在這個全局裡面 你要走的定位 其實還蠻重要的 不然的話 你永遠在樹裡面看世界 或者儀管虧天 那我就不談家長的問題了 OK 那我在美國公司做了 我有兩家公司 一個是Link Lab 一個是HP 我在裡面學到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而且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美國是用系統來幫助 所謂的聰明跟合作 他們是用系統的方式 來讓一件事情做得很有效率 很成功 很聰明 然後也透過系統來幫助所有人來合作 OK 那大部分在台灣走的路通常是情人捕捉的路 另外一點 美國用的人很少 OK 我稱他叫Link Talent Culture 就是他把每一個人 他不是說讓你工作很多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把你的真正可以發揮的部分 把它發揮到極限 那台灣喜歡走的是人海戰術 這兩個很不一樣的極端 美國通常是很尊重專業的 即使你是一個工程師 只要你對 你就算你的CEO老闆幾級 你都可以跟他嗆 對不對 這個東西他們是叫尊重專業 那台灣當然就是官大 就學問大 OK 這一些文化是很不一樣的 我沒有說講這些事情 我就可以改變台灣 我只跟你講說 這是它一個很根本的不一樣 那我因為受到的 我的前兩份工作都從美國來 所以我一直在持續的保持這個 所謂的美國式的這個產業環境 然後幫助台灣的人才可以提升這個概念 OK 那科技人才這個部分我就不談了 好 我講一下半導體 人才現在的分布 這是一個理想中的半導體的分布 它應該分成三種人才 一種人才叫系統人才 整合人才 一種叫做比較專注的某一個領域的人才 OK 然後另外一種叫執行人才 就是每天在工廠做事的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理論上高中高職 一點科技知識其實就夠了 一點點英文 所以我說他的專業知識只需要這個東西 如果你學的是物理化學這個材料 這些領域專注的人才 你應該進到這一層 如果你是學的電機這些部分 應該做這一層的工作 這是美國人 美國產業分工的模式 OK 只可惜 台灣 基本上把這兩組人全部做這件事情 幾乎 我只能說幾乎 OK 我早期在台積電的時候不是這樣子 OK 現在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 OK 所以我常常說 你好像是你那個物理的博士 結果你做的 是美國高中生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稱它叫technician job 就是去執行 照著上面去執行 每一天在數饅頭 不是數饅頭 這個做 反正做事啊 就像你們有 如果去軍隊裡面看 就做這些事情 他不需要很高深的學問 真的不需要很高深的學問 所以我稱它叫做 上市下市化的一個問題 這是台灣現在經過幾十年以後 所產生的問題 因為他現在人實在太多 OK 當然他雖然人太多 他還是覺得人不夠 OK 所以人海戰術的思維很難反轉 OK 比較理想的是分成專業分工 人盡其台 然後用系統跟整合人才去創造 所謂的productivity OK 這個是 這個在美國不只是半導體產業會這樣做 因為半導體產業相對是比較爛的 OK 我舉例來講 像我看我女兒 我女兒說實在的只有一個本事 就是做平面設計 他是一個非常窄的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在Apple裡面 如果你只能做平面 或者你這個產品 只有平面設計是不夠的 OK 可是他具備有所謂的整合人才 他把每一個領域專精的這批人 OK 然後透過一個整合的人 去把所有最最厲害的這批人的東西 把它合起來 創造出最後的產品 這種人我稱他叫做整合人才 通常在比例上面 搞不好十個專業人才 只需要一個整合的人才就夠了 因為你太多整合人才就不對 OK 整合人才它的目的就是 從高位去看最後的結果 所以一比十的比例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OK 或者一比五 所以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成為整合人才 OK 我反而認為 絕大部分人要找到的天賦 去做一個專業人才 但是這個專業的部分 最好跟你的天賦連結 如果你很痛恨這些事情 你去做這些事情 一定不可能做得好 OK 所以在台灣科技產業 勿用人才的影響其實還蠻大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現在大者恒大的偏頗人才結構 會擠壓很多其他產業的發展 目前半導體產業學院 其實就是這個代表 人海戰術小螺絲令的分工模式 會讓人看不到職埃未來 職場環境如果受限 其實是跟推廣創意的高等教育 是衝突的 我在台積電的時候 人工離職率 尤其在研發組織 離職率越高的是台大 OK 尤其是台大志工 OK 第一個才在外面可以找到 相對一樣薪水的工作 第二個我常常講 通常這個在四年大安區大學 在燈紅酒綠的環境 經歷過的人 到了新竹那種鳥不生蛋 然後每一天做很無聊的事情的時候 他會受不了 他會有人格分裂症 OK 通常這些人 這些人人格分裂到一種程度 他就說拜拜 再給我多錢 我都不要了 至少我家裡還有錢 還可以過日子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窮 窮的只需要錢 那你就只好留在那裡 OK 所以通常新竹的學校 會比較容易留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四年經歷過那個環境 所謂的鳥不生蛋的環境 比較習慣了 OK 所以台大的學生評量於說 我覺得到了 到這個所謂的製造業 我有點怕勝 你們其實應該做更偉大的事情 只是怎麼去做所謂偉大的事情 這我要找你們再討論一下 因為你們是有很多機會的 那這個剛剛提到 我認為其中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看到的是社會問題 不快樂高工時的員工 受害的其實是整個家庭 甚至於他的孩子 這些東西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OK 好 接下來我要談 對於台灣科技人才的建源 你們在面對這個環境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當然做自己環境的主人 你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叫選擇環境 選擇環境你一定要知己知彼 你要去的那個產業 去的那個公司 你一定要對他很多的了解 OK 千萬不要我常常應徵一些人 你到台積電 描述一下台積電 然後你想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是因為我台大電機 So what OK 第二個你進來以後 你要學習適應環境 你需要有敏捷思維 最重要的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在大學可以 叫做轉化環境的能力 OK 你到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就把它變掉了 因為我這一生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把那個環境改變它 改變一個我想要的環境 你有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大學可以培養這個能力 你就無往而不利 當然轉化環境可能嗎 待會我們會談一下 另外學習這件事情 我們通常離開學校以後 才是學習的最終開始 OK 那我就稍微講一下這個環境 這件事情 改變環境的可能性 要從心態開始 OK 所以主動要積極 然後我這裡面有幾個思維模式 給大家參考 OK 如果你具備這些思維模式 你就可以具備改變轉化世界環境的這個能力 這個部分我會 這個材料我會給各位 所以要培養心態思維 然後要透過能力跟精力去做這個東西 好 最後 這是我的結論 我要開始Q&A 這個 有沒有問題 同學的問題可以再提到 我之前有收到那個 你們的問題 所以我有一些東西 已經稍微講過了 所以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什麼slido 老師好 我是布林希爾的學生 那我其實非常喜歡我們今天的演講 因為有科技而易基礎 但是其實加入了非常多人生 適宜的觀察 和我們一些介紹 我其實剛剛有句話非常印象深的是 是在最後講的就是想要 你想要把一個場域工作場合 蓋成你想要的環境 可是其實我曾經有聽過一些主管講過 他們非常討厭這一類的人 因為這類的其實 雖然說沒有創業那種激發性 然後 可是多少 會有這種心態的 就是想法的其實是 不太能夠被好好掌控 那你如何度過那一段事 因為你一定是有身為下屬的事情 然後那段事件怎麼度過的 謝謝 我的確是運氣很好 因為我剛剛講到我前兩份工作在美國 基本上是一個 尤其是我一生 除了我父母親給我很多自由以外 我的指導教授 在伯克萊指導教授給我自由 所以對我來講 自由翱翔像是人生的DNA 從來沒有碰過問題 然後我進台積電的時候 台積電還很小 那個時候有多爛 非洲的環境我就把它打造 所以也不會有這些問題 好 那我很清楚知道 你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因為我曾經碰過一個 一個別的部門的一個屬下 他有一天來找我 就跟他跟我講 他們的環境有多爛多爛 這還是IT的部門 By the way 就是說軟體的部門 那我就說 我就說很有趣 你這個 你可描述的東西很合理 本來就不該這樣子 那我問他一個問題 你們部門有多少個人 他說部門總共有十個人 然後我說加你以外 其他人同不同意你的看法 他說基本上都同意 OK 十個人裡面至少九個半都同意 這個做法 我說既然這個部門 有十個人裡面有九個半都同意 你們一起出來 就像什麼筷子 十根筷子 就折不斷 你們一起出來革命嘛 對不對 跟你老闆講說 我們討論的結果 我們需要覺得這個環境要改變 OK 那你如果覺得有困難 我可以幫忙 我可以幫忙 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別的部門的人 那我官又比他老闆要高很多級 所以我說我可以去跟這些 跟你老闆聊一聊 我們是不是一起來打造一個好的環境 我願意幫忙 結果你知道這個學生跟我 這個同事 這個同事 買了買了 我這樣就會黑掉 對不對 OK 我不曉得你這種感覺 是不是很多台灣的人的感覺 我聽了以後 當然就很傷心 OK 有這麼多的機會 有你的同儕的核起力 我甚至於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應該去學學太陽花 OK 然後一起去創造一個環境 那太陽花當然不太一樣 因為太陽花是它的戰場 就是要革命 OK 因為學的是那個領域 政治領域去做 那既然是科技的東西 你們一樣可以去做 但是都很合理 所有事情都很合理 那只是因為可能他的老闆的一些問題 當然他很怕 找外面的人來壓他 他以後就完了 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很難跟各位講說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的確是每一個人的人生 這是一個選擇 你要選擇一條過自己能夠掌控的人生 還是要選擇一條 讓別人來掌控你的人生 就算你會碰到困難 包括可能你的老闆 會給你很多的壓力 可是你有很多路可以走 OK 很多的路可以走 包括你可以找外援 OK 像我在台積電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好的外援 OK 而且我還真的有辦法 可以讓這個人 這個manager 他的老闆 很甘心情願地去做這些事情 我會跟他講一大堆好話 我甚至於官比他大很多 我都低聲下氣 來有點求他 OK 我們一起來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 我有很多的方法 我都跟他講 可是他竟然後來選擇賣了 OK 所以我覺得最後的問題還是出在心態 我們可能一生沒有經歷過這種 改變環境的經歷 尤其是碰到困難的環境 OK 這個是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以為你們這一代 應該比我們那一代要 要開放很多 要進步很多 要能夠改革很多 OK 這個的確是 所以後來我在想說 這可能跟教育有關 所以為什麼我後來想要回學校 一直在鼓吹 可是我不怕台大會罵我 我好像在訓練一些革命家 OK 那我自己的人生哲學很簡單 我明天要革我今天的命 我講我自己不講別人 OK 我認為我今天所學到的東西 人生的經驗也好 等到我跨到這個睡了一覺 到了明天以後 我就覺得我應該比昨天更好 所以我要想要做一些事情 是我覺得昨天還不夠好的東西 這叫做革命家精神 模仿男孩這也是一種創業精神 它不是真的要去創業 而是去改變我周遭我所做的事情 提升自己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成長思維 我要明天長得比今天更好一點 那這種東西可以一點一點的開始 所以包括刚刚讲要做改革 不一定要很大型的改革 先从一点一点开始 像我在台积电最后做了一个project 是刘德英特别请我 把整个台积电的研发环境 应该说重练以后再打掉 我不是打掉重练 因为打掉他们很多痛苦 当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本来是要两年的计划 公司是希望我第一季就要有结果 所以我们的确很多事情 需要有短期的目标 能够在短期做一点小东西 让人家看到 在我们在创业的架构里面 称它叫做MVP Minibum Viable Product 这个最小的可行性产品 你要先做一个东西 因为绝大部分人 是看到东西它才信 很少人说你跟它讲东西是相信的 这跟信仰有一点点关系 大部分要看到一些见证 也看到一些做法 一些作为 才晓得原来这件事情是真的 有可能的事情 那我因为我这一生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 我做的所有的系统 基本上大概都work 所以对我来讲 这叫做我的人生经验 是我只要认为对的事情 然后找到对的方法 我自然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会想办法 convince我的老板们 让他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这都是一种训练 从一点点小第一开始 我记得我第一份 所谓的系统改造工程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H1的时候 我们在做实验 实验要做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 我花八个小时时间 去把它完成 交给我老板 老板很高兴 报告给他 可是我晚上回家 就很不舒服 为什么不舒服 因为我晓得我在工厂里面 我还有一百个实验 这一年要写 我突然想到 我会是一个叫 report generator 我是一个报告制造者 就像在学校老师 叫做论文制造者一样 当我想到 我会成为一个 报告制造者的时候 我就很不舒服 就有点拉肚子的感觉 隔一天早上 我就去找我们的IT工程师 我说我有一个事情 想找你谈 我们来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这个八个小时 这个report的东西 在零秒钟把它做出来 所以零秒钟 是我不花effort 实际上电脑要花一点点时间 结果我们把这个系统 大概一个多月做完了以后 有一天清晨 三点钟 这个实验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以后 这个 这个 我隔天早上 大概八点多 八点半到九点到公司去 我就把这个报告 交给我老板 我老板看了以后 吓一大跳 他说 Karen你昨天晚上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这是实验他小的 他说你昨天晚上都没睡觉吗 因为是清晨三点钟出来 因为实验结果出来 我才可能写报告 清晨三点钟出来 结果早上一大早去 我在上面写几个字 报告已经在我的printer HP有自己的printer 印出来 我就把报告写交给我老板 然后我说 你都没有睡觉吗 我说对啊 我好累啊 这个 其实前一天晚上十点钟 我是带着极度的笑容睡着 因为我觉得明天会有一件好事发生 我想要看好戏 我想要看我老板怎么反应 看我做了一些什么古怪的事情 写完这个报告以后交给他 所以我从此在HP的performance 通常是最好的 而且我很坏 我没有把这一个工具 交给我的同事们 OK 所以我的同事照样用八个小时写报告 他可能写更久 因为我还蛮会写报告 OK 可是我用零秒钟来做这件事情 我不但做这件事情 我后来还帮我的同事写报告 因为对我来讲 写我的报告跟写别人报告 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我不但做学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学别人的东西 因为我帮他写报告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他在做什么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像悉心大法一样 到处去帮人家做这些事情 然后花的时间几乎等于零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吗 那这件事情你需要跟你老板讲吗 不一定吗 对不对 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帮你 就可以开始做 所以有些事情不一定要革命 你先从自己周遭 你所做的事情开始 你在做这件事情 一百件事情里面就觉得有些事情实在太无聊了 实在不太合理 所以软体思维有一个 我称这个东西叫软体思维 软体思维有几个很key的东西 第一个叫做信仰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相信 因为你们现在手机什么这些科技东西用这么厉害 我以前完全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相信可以发生 因为我有一些经验 第一个是信仰 第二个是流程 你怎么描述你做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把你的做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透过一个类似流程图的概念 去把这一件事情工作流程把它整理好 不只要工作流程 你要把数据流程整理好 因为在工作流程中心 你一定要有收集数据的能力 这些部分 当你把这两个流程弄好 其实你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了 第三个最难的东西叫系统思维 是更高层次的 我们称为叫architect 叫做结构化 你要怎么把它这个结构化 让你这个可以扩展更大 更远 更不同的东西 当你有这三个很简单的概念 叫做信仰 一个叫流程 一个叫做系统 我认为你会在你的工作的范围里面 应该很多东西是无往不利 当然有很多东西 是没有办法用电脑来做的 比如说人与之间谈感情 你不要颇滚一个东西 当你碰到你女朋友的时候 就突然跟他讲一句话 你如果会 我真的还佩服你 那个部分就实在是太虚伪的 我应该说 你这个时候应该把人的感情放进去 那个就不是电脑可以做的 就不该是用AI来做的事情 但是绝大的东西 只要你工作 由第一步到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中间有一个decision 这个所谓灵形的 if and else这个东西 你就去走一遍 把你所做的事情 把它描述清楚 电脑 你不会写program都没有关系 找一个会写program 做这些事情 基本上是一块蛋糕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平常可以做的这些事情 我甚至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怎么设计一个东西 来让我考试可以考一百分 目前我还没设计好 还没去想清楚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就不想要花时间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你在读书的时候 当然重点不是考一百分 重点是要学会 所以考一百分是没有用的 应该是你要 这个东西你要学会 这件事情才有用